至于你说RVN 其实说真的 第一就是我想香港的大部分股民都不是想抽的 而是想它第一天上市的时候买买 我自己就觉得可以的 但是少注一点 因为其实始终都有个问题 就是在美国这边的RVN 会相对好一点 但是也有个共同问题 就是其实他们都是有少少车出的 就是出汽车用来示范一下 就不是真的大规模生产 而这件事你参考就算看比较矫脚的 中概股那边的三宝 其实结果都是搞了一年以上 才稍微有正常的产量 而且它们仍然是汽车 也不是真的纯电动 所以可以预期美国这边出汽车也真是慢 不要想着他们这一堆公司 暂时都是很兴奋的 就炒了两倍 但是两倍之后 接着就应该会跌回 就是限制也应该跌回四五成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做 就只能够小注 甚至乎那小注还要分开两注 就是一注就真的跌 IPO上去 那些人就是跌第一口之后 可以升多良成左右 你就快走 然后只剩下那些 你少一点就留意 通常都会是这种做法 我不太建议 因为美股虽然很多时候 在上市之后的第一下升幅很厉害 大家看到很抢眼的 但是大多数都会做个回落 而且回落三成以上 接着再整股多三个月 至到半年才重新上路 所以真的不用太急